Hello 大家好 今天會想拍一條什麼影片 今天這個是 上次有人敲碗的素食湯的分享 所以今天會跟大家分享兩個湯 一個中式素湯 一個西式素湯 中式素湯會是 基蟲蓉、羊肚菌、茶樹菇的素湯 另外那邊的西式湯是 扁豆湯的lentil soup 中湯裡面會用到基蟲蓉 基蟲蓉大家可以看到 是這樣的 它是蘑菇的 下面是封著口的 聞一聞它的味道很特別 為什麼這次會用這麼多一個菌類的東西 因為小數的人很多時候都會吃大量菌 譬如我今天用的茶樹菇、基蟲蓉 平時還有冬菇 今天都有冬菇 這些都是屬於菌類的東西 它們的味道其實都非常適合 當它們熬在一起 成熬湯的時候 就會非常鮮味 羊肚菌可以跟大家分享少少 這次大家看到我用的這個 是特別小粒的 好像很mini的感覺 因為平時如果你在市面上看到 通常是比較大些的 當然越大的羊肚菌 價錢越貴 相差很遠 我買這個羊肚菌的時候 售貨師姐姐有問我 你這個是自己吃還是送給朋友的 我說我自己吃的 她就說不如買這一隻 雖然它小小粒 但是它的味道和營養價值 都是和大一樣的 你不需要介意自己家裡 是否用小粒或者大粒 對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比較經濟十位的選擇 如果我們用大的羊肚菌 煮湯的話 就不需要放太多粒 因為它的味道都比較厲害 兩人份量 你放三粒 最多四粒 其實都已經夠了 這次我煮這個湯 這個小粒的羊肚菌 我就放了十粒 上次我開我的雪櫃的時候 跟大家介紹過 這隻律子比較好吃 所以這次我也是用這隻律子 來幫自己煮湯 因為它不是去掉所有的衣 自己也需要再加工多一點 你會感覺到 都會天然一點 因為有時候 有些已經很乾淨 你就不知道它用了什麼 令它可以去皮去得那麼乾淨 不過那些就比較方便 不過這些都很容易 其實我用手撕都已經可以撕走 因為我一直放在雪櫃 保持它的濕度 這個就是中式的材料 其他就不介紹了 或者比較簡單一點的東西 西式湯裡面 想跟大家介紹的 這個叫lentil 我覺得可能有些朋友 會比較少接觸這個扁豆 對於素食者來說 是一個超級食物 非常之好的 protein的來源 其實我沒吃素之前 是沒有吃過這個lentil 我都不知道是什麼 超市走過都這樣走走了 都拿起來都不會想拿去看看 之後接觸了才知道 原來這個 你加了很多不同的調味料之後 它的味道的變化都可以很大 這個豆 它煮完了之後 整個湯的texture 就會變得比較濃稠 好像有人吃著 一些豆泥的感覺 我今天煮的時候 不會加洋蔥 紅蘿蔔 蕃茄 那麼多材料 非常之簡單 只是用這個紅色的lentil 然後煮到最後的時候 加一點 一粒小蔥頭 然後一塊小的大蒜 就已經可以搞定了 少許調味料 然後整個湯就很有滋味的 這兩個湯 我經常在家都會自己煮來喝 做法也很簡單 馬上來看看我們今天用的材料 粟米我會切得比較細小一點 要的 煮湯的粟米 記得這個中間一定要切開 煮出來的湯就會甜一點 因為這個冬菇 一個浸出來已經炒大 所以一塊已經夠了 我會切走冬菇的下面這個釘 然後切回和這個紅蘿蔔差不多的大小 首先我們羊肚菌 就是先洗乾淨 我洗了三次水 洗完 然後就開始浸 我浸了兩個半鐘 這個是茶樹菇的水 這個羊肚菌 這個是基蟲融的 他們的水是非常之有味道的 所以我們會重用浸他們的水 來煮湯的 不過一定要隔渣隔得很清 而且一開始的時候 第一次由乾爐去洗的時候 要儘量洗乾淨外面的雜質 好 你會見到 譬如這個浸完的菇水 裡面還有很多沙的 這些就是要隔走的 我們會拿一個篩 然後再放一張紙巾 然後我們的湯放在果上面 記得我們煮到滾之後就調小火 慢火煮一個小時 之後就可以喝了 我們的Lentil soup 其實也非常之簡單 首先我們拿了自己要吃一份量 然後就過水 之後我們就把這個Lentil 放在鍋裡面 再加水 記得我們煮這個湯 你可以把水加多一點 而且它也是一個吸水的食材 同樣也是 放在火上面 大火煮了之後 我們就轉小火 我們把湯煮完九個字之後 就需要去一個攪拌機 蔥頭和大蒜爆香 爆香完之後 就和Lentils 放在一起混合 即是令到味道更加強 最後我們吃的時候 有兩種方法 很簡單 我們就加我們的子鹽 鹽 黑胡椒粉 如果喜歡加芫荽 就可以加一點芫荽 如果不喜歡芫荽 的話 加一點我們的Sour Cream 都會令到整個湯的口感 更加濃郁 來到這個試吃的時間 好 我先吃了這個Lentil soup 加了這個自然粉 還有黑芫荽 還有黑胡椒 所以吃的時候 是有一點點 你覺得吃印度的感覺 它不是咖喱的那種味道 可能是自然的那種味道 令到人的味覺 都會覺得 和平時我們喝的湯很不同 所以我都很喜歡這個湯的地方 就是加了Coming Powder 都很飽肚 我吃完這碗之後 再加一些其他的菜 可能這個也可以當是一個主食 大家都在家試試 非常之簡單 有好味 雖然原材是很少的 我試試這個中湯 這個湯是非常之濃郁的 很香的這個烏味 我現在是沒有加鹽的 是非常清甜的 因為裡面粟米紅蘿蔔 那些味道是很清新的 很好味 如果加一點鹽的話 我想會更加的鮮味 不過不加鹽都非常之好 這個湯簡直就是 我覺得是零失敗的一個湯 因為它本身這些原材料的味道 已經很濃郁的 將這些東西放在鍋裡 這樣煮一個小時之後 是不會出錯的 怎樣煮都可以好好味 還有營養價值非常之高 所以這個湯就是推介給大家的 一年小季都很適合 還有我覺得吃不吃素的人 都會喜歡這個湯的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如果大家有什麼其他好的recipe 都可以分享給我的 那有什麼意見 就可以留言告訴我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你也要喝嗎 好啊 但裡面有黑胡椒很辣的 行不行啊 啊 啊